哈喽大家好,我是阿玛,简单和大家聊一下 阴阳势力的最新恶神摩罗在传说中是一种怎样的设定 首先摩罗这个词我相信你光听名字就能大概感觉出来 这是一个佛教术语 它是印度神话中的一个反派,是烦恼的化身 话说当年释迦摩尼入定冥想 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大彻大悟,消除烦恼 那摩罗肯定不高兴了 你如果开悟消除烦恼了,这不是在砸我的场子吗 所以他要去干扰释迦摩尼 他设了很多方法,比如变出美女去色诱,变出怪兽去恐吓 或者直接使用法术进行魔法攻击,物理攻击 但全都失败了,释迦摩尼定力非常强,最后还是开悟的 所以最终结果就是摩罗失败了 那通过这个简单的故事,我相信你也应该可以大概get到 摩罗指的就是妨碍你修成正果的一个阻碍 当你想做成一件事的时候,他会通过各种方法来打扰你 诱惑你,动摇你,阻挠你,这样的概念其实是非常泛用的 隐身开去理解的话,我觉得当今社会的很多现象都可以解释成摩罗 比如说所谓的拖延症,懒癌,选择困难症,起床困难症 这些都是阻挠你达成目标的 再比如某些诱惑,比如说我明天就要考试了,我还没有复习 但我现在满脑子只想打游戏 或者说明天上班的周报还没写完,但是我现在只想去刷综艺 类似的烦恼,我觉得都是符合摩罗的定义的 接下来我要说点稍而不移的内容,如果你年龄太小的话,还是回避一下 我再给你付出一遍摩罗的设定 它是烦恼的化身,它会诱惑你,动摇你,妨碍你,阻止你大扯大悟,阻止你修成正果 因为这样的设定使得它在日本可以指代另一件具体的东西 什么东西呢?它可以指男性的生殖器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其中关联,相信大部分人应该是可以get到的 反正就是它会妨碍你修行,让你练不成葵花宝典,大概就这个意思 那因为有着这一层含义,所以在某些日本作品中对于摩罗外形的描绘是非常猥亵的 猥亵到我都没有办法放图,放了图这个视频就发不出来了 具体可以参考《银魂》中某一集的造型 有点类似,但是比那个造型更加大尺度,更加赤裸 如果你玩过游戏女神异文录,听完我今天的介绍 你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那款游戏里的摩罗是长成这副样子的 那么很显然这样的造型阴阳师用不了,用了阴阳师就没了 所以目前阴阳师里的摩罗是进行过改动的 我个人感觉游戏里的摩罗更接近传说中阿修罗的外形 因为阿修罗这个角色已经用掉了嘛,所以随便叫什么都可以 那关于摩罗我就只能扯这么多了 不好意思比较短,因为真的扯不了太多,你也不要嫌短 最后我再说一点,就现在CG中出现的那个佛尊 很明显指的就是佛祖嘛,虽然目前这个是恶神假扮的 但既然云外境能认出它,就说明阴阳师的世界观里是有佛祖存在的 而且阴阳师这故事里一直都是有佛教元素存在的 从之前的清房主安真到现在的云外境 我觉得阴阳师里是有一条现在还没有被正面描写过的一个佛教线 那说到平安时代,说到佛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大家族,那就是平氏 算了,我还是不要奶,我已经被打脸打得太疼了 关于什么召唤天照大神,关于平氏登场这些我都已经不想再说了 反正每次奶肯定都错,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好吧,不好意思,真的摩罗讲不了太多 感谢大家的观看,喜欢我视频的,不要忘了一键三连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